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就会提供一个商业的数据来跟各位分享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如何去做视觉化分析 好 这就是这个课程最主要的重点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还有我的WeChat Line的ID都提供给您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您来提问 那这个课程呢 它的重要性是这样子的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学会大数据分析 那大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学什么 例如说Power BI软体 Tableo软体 甚至有很多的像R Python 它都有很棒的机器学习的程式 都已经建立好了 然后放在那里 但为什么我们要来学这个Excel的大数据分析呢 那是因为你要知道在不管是公家机关或私人企业 它不可能给你提供非常多的软体 让你来去做 例如说大数据分析这件事 那你就必须要在Excel这个环境底下 来去看看能不能做到大数据分析的部分事情 因此微软公司就把大数据分析的工具啊 做成套件 让Excel里面真意集把它叫出来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了 所以等一下很快的就要教各位 如何安装Power Pivot Power View 这两个真意套件 真意集其实英文它是 ADD就是加 那INS就加进去的意思 加什么东西进去 它不是单数 它是负数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还有稍微介绍一下 我之前早年我是10年前我是在巨匠电脑公司 总公司的专任讲师 就是帮他教授各公家机关新竹以北 然后还有全国500大企业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应该我还要再继续深造 继续再去做一些自我的提升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攻读我的学位 希望今年年底前可以顺利的取得这个博士的文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亲爱的同学 尽量在年底前不要就是问我太多的问题 那我喜欢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像例如说考证照 所以我有30多张的电脑证照 我也喜欢教书 我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我就只能够在 例如说线上的方式来去跟各位见面 期待就是能够更快一点 让我能够跟同学实际面对面的来授课 这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